至於日本最大的一家庶民自助餐廳 他們也有自助餐喔 現在來到台灣展店 一塊來看看有沒有這麼便宜 拿著托盤 拿起兩碟小菜 一個主菜秋刀魚 那場工作人員再幫你盛飯咬湯 這個動作很像自助餐廳消費習慣 其實這是日本最大庶民自助餐廳來台展店 搶工上班族商機 當然也要跟傳統台式自助餐廳 PK價格跟彩色 這樣其實還可以吃蠻棒的 因為有魚啊 又有一些青菜 又有蛋可以 然後白飯也蠻多的 上班族陳先生 以男生的食量來精算到底划不划算 因為主打說明餐廳 價格也得夠親民 主菜介於90到100元間 小菜一疊則是30到60元 以男性上班族來用餐 想要吃飽除了得拿主菜 兩道小菜加上30元白飯 和25元味噌湯 算一算平均要花上245元 才差不多填飽肚子 秋刀魚90元 然後綜合魚煮沙60元 還有那個秋葵30元 然後跟一碗大碗百飯30元 日式自助餐打出炸物或者拉麵 都能現點現做 很吸引消費者 當然用餐時間 從拿菜到等待現煮料理時間成本 也得計算進去 平均烹調時間需要60秒到1分半 再加上咬湯甜飯 總花費時間近兩分鐘 那樣多少錢 這樣90元 而來到台式傳統自助餐廳 比一比台日自助餐 都點五種相同菜色 一個男生上班族 花不到100元就能吃飽 價格雖然2.5倍 台式自助餐餐廳事先料理好 跟日式自助餐廳現點現做 新鮮感還是有差 而且台灣人愛吃日本美食 不少消費者願意多負擔 就是要來嚐嚐鮮 這下陳子芬李佩璇台北藏不到